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1月10日 以色列继续在加沙中部展开行动 并从汉尤尼斯东南部向南部快速推进 截至1月10日 以军地面行动争亡人数达到186人 受伤超过2500人 哈马斯被消灭超过8000人 超过一半指挥官被杀死 40%的哈马斯高级02人被消灭 以军对哈马斯的打击强度并没有降低 哈马斯反倒缺乏足够的力量去对付乙军 以色列一些内阁部长甚至再次表示 现在不是与哈马斯温和说话的时候 是使用大棒的时候 哈马斯正在挨揍 舆论 人质 对话都不好使了 而且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哈马斯投降 不止加沙的巴勒斯坦 美国等国家也要求哈马斯投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以色列 特拉维夫举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美国今天和永远支持以色列 必须确保10月7日的事件不会再次发生 人质全部回家 布林肯强调 每个人都可以做出选择 包括哈马斯 哈马斯本可以在10月8日结束这场战争 只要不躲在平民背后 放下武器 投降 释放人质 如果哈马斯没有发动10月7日的袭击 并随后做出不同的决定 那么加上的苦难就不会发生 布林肯还表示 如果哈马斯做出这些决定 投降并释放人质 这一切可能明天就会结束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内阁部长甘兹 国防部长加兰特 总参部长哈勒韦 都强调 以色列会彻底的消灭哈马斯 并带人质回家 以色列已经划下了彻底 消灭哈马斯的红线 甚至不惜战斗到2024年底 现在已经看不出哈马斯 有任何翻身的机会 加沙中部南部的战斗 已经进入下半场 毫无悬念 而哈马斯的另一个帮手 争主党成为以色列新的目标 在不断袭扰以色列后 惨遭以色列暴打 争主党虽然很硬气 但不肯对以色列宣战 将主力部队一再后撤 不愿意与以色列爆发全面战争 但袭扰以色列的动作还要做 结果被以色列不断反击 争主党被消灭 158人 多个高官被炸死 甚至连争主党领导人 哈桑纳斯鲁拉的妹夫 争主党军事领导人 高级指挥官 都维萨姆 塔威尔被以色列炸死 有意思的是 在举行塔威尔葬礼的前一刻 以色列又杀死了 争主党空军指挥官 阿里侯赛因 巴尔吉 1月9日晚间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 丹尼尔哈加里少将 证实杀死争主党空军指挥官 阿里侯赛因 巴尔吉指挥无人机 袭击以色列国防军 北方司令部总部三小时后 就被以军炸死 以色列国防军 北方司令部总部停车场 被珍珠党无人机袭击 这战国只能说 珍珠党是搞笑的 三小时后 空军无人机指挥官 阿里侯赛因 巴尔吉就被炸死 看来 以色列不是没能力动手 而是想不想动手的问题 珍珠党罕见的承认了 这个人被以军炸死 但不承认 他是空军无人机指挥官 毕竟啊 珍珠党军事领导人 空军指挥官都被消灭 真不好看 珍珠党正极力的避免 爆发全面战争 但以色列似乎 准备对珍珠党发起全面战争 就看谁硬气啊 谁更怂一点 而胡赛武装 似乎憋不住了 在提议通过红海的船只 不断的广播 我们与以色列没有关系 就不会受到袭击被忽视后 不得已再次展示自己的存在 1月9日 胡赛武装发射了无人机和导弹 袭击了红海的一艘商船 但被美国和英国军舰击落 全部21架无人机和导弹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 没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 并称这是胡赛武装 对红海发动的第26次袭击 1月9日英国国防大臣格兰特 沙普斯警告说 胡赛武装现在必须停止其 关闭全球航道的非法行动 如果他们不停止这些袭击 英国将毫无不犹豫的采取行动 保护无辜生命和全球经济 胡赛武装这种冷不丁稿一下 捞取利益的做法 可能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打击 德国企业也要求德国加入对红海的护航 阻止胡赛武装威胁全球经济 而联合国安理会 定于周三就美国提出的一项决议进行投票 该决议将谴责胡赛武装 并要求其立即停止袭击 还敦促谨慎和克制 以避免红海和更广泛地区的局势进一步升级 至于胡赛武装一会儿提议缓和局势 一会儿又袭击商船 背后有什么利益纠葛 暂且不说 美英带头打击胡赛武装的可能性大大增强 胡赛武装恐要挨揍我 哈马斯已经翻不了身 共党被以色列暴打接连损失 剩下的胡赛武装又能怎么样 恐怕很多人现在都想不明白 到底是什么让哈马斯10月7日发起袭击 最终把自己葬送了 把真正党胡赛武装都带到沟里去了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俄乌方面的消息 有报道说 最近的俄罗斯媒体披露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反映了俄罗斯内部 并非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稳定 一是多项民间调查显示 俄罗斯民众对乌克兰继续进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率 明显下降 由半年前的70%降到50%左右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降幅 表明部分的俄罗斯人意识到 俄罗斯打赢不了这场战争 二是有一些在俄乌战争中 坚持报道真相的俄罗斯知名军事博主 媒体人以及一些反对克里姆林公 现行政策的退休军政官员和知名商人 陆续非正常死亡 其中有些死于中毒 有些选择跳楼 却从未听说俄罗斯司法部门 成功侦破这些反对派人士的非正常死亡的真相 特别是前瓦格纳高层乘坐的飞机坠落 俄罗斯调查的结论居然是他们在飞机上喝醉了酒 然后引爆了一颗手雷炸毁了飞机 创下人类历史上最低级的司法谎言 不过如前的民调啊 这些民众由于断气断电 可能出现正在莫斯科街头烤火 他们高喊我们快要冻死了 有的高喊荣耀属于乌克兰 这样的规模足够大 声音足够高 他们就成了结束战争改写历史的人了 还有被北约国家策罚了的俄罗斯副司令 阿里克希尼万诺夫 他的存在导致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 陷入了巨大的风险之中 还有普通士兵 据报道 乌克兰第7支有空降突击旅的一名散兵 一人在战斗时摧毁了四辆俄军装甲车 包括一辆坦克和一辆装甲运兵车 据这名呼号塞多伊的乌克兰战士回忆说 俄军多次尝试渗透乌军防线 再次渗透时部署了五辆装甲车以及步兵 但塞多伊使用标枪反坦克导弹 在不同的方位摧毁了四辆俄军装甲车 有效的阻击了俄军的突袭行动 据报道 被他毁的俄军装甲车数量达到了29辆 还有一名乌克兰士兵在巴木特前线 南郊克里什吉夫卡附近 与部队失散 在被包围的情况下坚持战斗 在他独自战斗50天里 杀死了15名俄军 靠着被击毙俄军的食物和弹药维持生存 终于被救出 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有人改变了一次战斗 有人改变了一场战争 俄乌这场闪电战变成了持久战 是因一个人改变的 2022年2月24日 有个人突然从俄罗斯返回了乌克兰 他带给乌克兰俄军准备第二天 进攻乌克兰的路线和详细的方案 如果没有他的出现 乌克兰可能已经不是现在的乌克兰 已经成了俄罗斯的附属国 这个改变俄乌历史的人 就是丹尼斯基尼耶夫 在他出现之前 不仅外界不相信俄罗斯会进攻乌克兰 乌克兰也都不相信这一点 包括守在前线的普通士兵 很多人当时都在嘲笑美国的警告 是危言耸听 据丹尼斯基尼耶夫提供的俄罗斯的计划是 派大批的武装直升机 直查基辅西北的安多诺夫机场 以此作为桥头堡 然后将后援的精锐部队和重武器 全部运过来 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催乎拉朽的一举攻取兵力空虚的基辅 击毙或者赶跑乌克兰领导人 然后扶持一个新政府 扶持一个新政权 再然后快速的截住战斗撤回军队 这个计划没有问题 为什么说俄罗斯的速战速决没有问题呢 因为如果不是丹尼斯基尼耶夫突然返回乌克兰 并向乌克兰提供这一信息 使乌克兰高层虽然并不完全相信 但还是根据丹尼斯基尼耶夫提供的信息 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导致俄罗斯的速战速决没有成功 这种利用突然袭击 忠心开花的战术 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俄罗斯 都不乏成功的先例 而且屡试不爽 而且这种战术历来是俄军空降部队的拿手好戏 1968年军事借助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 就是派了100多个特工 冒充普通旅客搭乘着民营的航班 到达捷克斯洛伐克首都附近机场的时候 说飞机故障要求紧急迫降 然后这100多个特工在人不知 鬼不觉的情况下 轻松的控制了机场 随后的运送部队 武器装备的大型运输机 得以顺利的降落 并顺利的占领了捷克 1979年入侵阿富汗 也是先用空降部队控制了 喀布尔俄军这次对乌克兰战争 也是沿用了这个战术 但是要不是在这千军一发的关键时刻 一个关键的人物返回乌克兰 并带回了俄罗斯的这个计划 俄乌持久的战争不会发生 乌克兰也不是现在的政府了 戴尼斯基尼耶夫这个双面见谍 改起了俄乌的历史 目前看俄乌战争的僵持 持续似乎没有尽头 俄乌就像两匹疲惫不堪的战马 拉着同样疲惫不堪的战争破车 艰难前行 一定会有终结这场战争的 突发事件或人物出现 犹如戴尼斯尼耶夫 当然普京也是可以改变 和终结这场战争的人 戴尼斯基尼耶夫的出现 改起了俄乌的历史 那么还有没有可以改写 俄乌战争的人物 如果有他 他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让我们再翘首以待 节目最后又到了 有所期待的时候了 马上春节就要到了 大雄想让妻儿过个好年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 讨要一些打赏 当然如果您的经济情况不好 就别给我赞赏了 帮我转发视频 或是推荐给其他的朋友来观看 也是对我很好的帮助 让我们共同努力 一起为正义发声 一份小小的鼓励 一份暖暖的心意足矣 祝所有的朋友 平安喜乐 事事如意 愿所有的幸运伴随着你 愿天下大同 再也没有战争